小癖 孩子這麼乖 為什麼有這麼美 是不是賴療 好 讓媽媽幫你看看 看看 欸 咦? 為何關上紅診? 做甚麼事? 真可憐 做甚麼? 防塞塞的 對, 你看她的屁股 這麼紅? 肯定是那些尿布診 也叫你不要用這些指尿器 喊喊喊到阿B的耳機都紅了 真是… 媽媽疼愛 她只說了兩個月 你叫她不用指尿器 那她用甚麼? 其他小朋友也用 又不見其他人有事? 會不會是你選擇這些指尿器 選得不好? 你知道你這個人是蒸生瓜 人好, 你說好 真是害妻, 我就算了 慢慢吃吧 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調查員瑞恩 隨著現在社會的進步 傳統的指尿布 已經慢慢被方便快捷的 一次性指尿庫取代了 成為了新生家庭的寵案 但是最近一位觀眾朋友 打電話跟我們說 說他們的嬰兒可能使用了這個指尿庫之後 就得了這個尿布診 希望我們調查團可以幫他調查一下 應該怎樣選擇這個指尿庫 看來一些觀眾朋友在選擇指尿庫的這方面 都是存在著一些誤區的 那麼今期節目就幫大家調查一下 尿布診是發生在果尿布部位的一種皮膚炎性病邊 也都稱之為嬰兒紅斷 表現為臀部和尿布接觸區域的皮膚髮紅、髮腫 甚至出現繪爛、繪揚以及感染 稍為有輕微的愛力或者磨擦就會引起損傷 尿布診大多發生在周穗內的嬰兒 通常在七到九個月的時候就最厲害 到底尿布診是甚麼原因引起的呢 因為小兒子的皮膚比較膠嫩吧 小屁股經常浸泡在尿布室中 它就是尿布室和皮膚接觸 尿布室的尿經過細病作用以後 它會產生一種胺 這個胺刺激皮膚就會產生皮膚 皮膚就可以產生炎症 所以你們說的叫做尿布診 或者小屁股叫紅唇 這種過程才很有效 專家還說如果想降低尿布診的患病機率 除了要經常幫嬰兒更換止尿布之外 選擇合適的止尿布也對於自關重要的 那怎樣的止尿布才是最適合嬰兒的呢 好了,我現在來到一間知事的嬰兒用品區 大家看到我後面 真是各種各樣的止尿布 看到我真是眼花了 我就不知道怎樣去選擇這個止尿布 不知道過來買止尿布 爹地媽媽會不會選擇呢 我們一起來問一下他們 買這個止尿褲是怎樣去選擇的呢 首先是選品牌 然後質量還有價格 太排級了 太排級 以前一般看一般好一點 現在比高一點 然後是那些大排一點的 那些都是這種 薪水性的話也會考慮這一塊 就是那反正效果要好一點 不能說穿上去露出來的 或者是怎麼樣 會容易鬆的那種 就是也沒有 就是看它第一次用得好 我就第二次再當成這樣 這樣 通常就是吸料吸得比較好 然後它那個綿的 反正也是看網上評價比較好一點 從對性的調查結果來看 很多人買止尿褲都是根據品牌和價錢來買的 也有不少人根據止尿褲的吸水性來買 吸水性好的止尿褲可以瞬間吸收嬰兒排除的尿應 防止回心,保持肌膚乾爽 如果吸水性不好,就容易漏尿 尿液刺激嬰嬰嬌的肌膚就會生肥 或者引發皮膚過敏,引起尿布疹 現在市面上賣的止尿褲 帶著去分為薄和厚這兩種 到底哪種的止尿褲的吸水性更好呢? 而已經看來很多人都認為厚的止尿褲吸水性更好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瑞欣在聽完各位街坊的回答之後 買了四款不同品牌的止尿褲 然後拿去廣東省造紙研究所找專業人士 幫他測試哪種止尿褲的吸水性更好 我現在來到廣東省的造紙研究所 在我身邊這位就是今次的實驗老師 詩老師,詩老師你好 詩老師,我這裡已經準備了四款的止尿褲 兩款是厚的,兩款是薄的 今次就要麻煩你幫我們測試一下 哪一款的止尿褲它的吸水性是最好的? 止尿褲的吸水性比較好的話 有三方面 你說,第一方面是滑滲 第二方面是滑滲 第三方面是飽和吸水 飽和吸水 那我們首先要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先測試它的滑滲 滑滲,好,那我們開始吧 滑滲量反映的是止尿褲表面的親液性 滑滲量少,表面液體可以較快地滲透到吸收層 從而保證止尿褲可以較快地吸收液體 保持皮膚的乾爽 在經過一系列的測試之後 瑞欣記錄了一號止尿褲的滑滲量 我們看到一號止尿褲沒有滑出生理鹽水 為了減少我們實驗的誤測 我們對一號的止尿褲再進行多一次的實驗 我們看到實驗結果 一號的止尿褲在第二次進行實驗的時候 它是依然沒有滑出生理鹽水的 那就可以說明它的滑滲量是為0的 施路斯用同樣的方法 測試了剩下三款止尿褲的滑滲量 二號薄的止尿褲平均滑滲量是0.3毫升 三號厚的止尿褲的平均滑滲量為0毫升 四號厚的止尿褲平均吸收滲滲量是0.05毫升 由於數值相差不大 施路斯說這些數據都是可以忽略不計監 從剛才的實驗結果 我們可以看得出 從滑滲量來看 這四款的止尿褲的吸水性都差不多 但是老師就說 要判斷這個止尿褲的吸水性好不好 還要從另外兩方面來看 下面就是老師跟我們做下一個實驗 測試一下他們的回心量 回心量是反映止尿褲凝固液體的性能 回心量小的止尿褲 會令嬰兒的小屁股 處於肝爽潔症的環境 如果回心量較大 就會導致嬰兒皮膚和尿褲接觸 容易滋生細菌對皮膚造成傷害 老師,我們第一步應該怎樣做呢 我們拿起一片止尿褲 然後倒入80毫升的心理形水 然後開始計時五分鐘 到五分鐘的時候 再倒第二次相同體積的水 然後再等五分鐘到十分鐘的時候 我們將一百二十克的標準壓塊 和呈了質量的類子壓在上面 再過一分鐘 再過一分鐘 然後再拿起這個類子 看看它回收出來的滲透液有多少 明白了,那我們開始吧 經過測試 一號指尿褲的回心量是0.39坑 二號指尿褲的回心量為0.41坑 三號指尿褲的回心量為2.98坑 四號指尿褲的回心量是1.65坑 很明顯 一號和二號薄的指尿褲的回心量 比三號和四號厚的指尿褲的回心量少 講明了一號和二號吸水性是更好 師老師,剛才我們已經做了兩個實驗 好像是薄的指尿褲會更好一點 在接下來這個飽和吸水量的實驗當中 不會是薄的指尿褲更好白? 這個我都不太確定 不如我們走第三個實驗之後再告訴大家 好,我們趕快開始實驗吧 師老師首先清涼這四款指尿褲的重量 然後將四款指尿褲放在水裡浸一分鐘 一分鐘之後拿出四款指尿褲 直接指尿褲不再滴水之後 再放在電子清上面清涼這四款指尿褲的重量 對比四款指尿褲吸水前後的重量 可以發現一號指尿褲吸水前的重量是23.01坑 吸水之後是502.16坑 吸水量為479.15坑 二號指尿褲吸水前的重量是27.26坑 吸水之後是558.17坑 吸水量是530.91坑 三號指尿褲吸水前的重量是29.99坑 吸水之後是439.75坑 吸水量為409.76坑 四號指尿褲吸水前是23.79坑 吸水之後是331.37坑 吸水量為307.58坑 在飽和吸水量方面 同樣是前兩款薄的指尿褲吸水性更好 好,謝謝施老師 剛才幫忙做三個實驗 從剛才的實驗結果來看得出 薄的指尿褲它的吸水性 其實是比後的指尿褲更加好的 其實這個結果都挺出乎我意料的 究竟這個指尿褲它的吸水性 是跟什麼有關係的呢 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跟我一樣 都很想快點知道 施老師,可不可以馬上告訴我們 到底是什麼決定指尿褲的吸水性呢 除了指尿褲的吸水性之外 在選擇指尿褲的時候 我們應該注意些什麼 聽說嬰兒指尿褲不單會有尿布疹 還會引起其他疾病 是真的嗎 千萬不要走開 廣告回來之後 更多精彩節目等著你 繼續收看生活調查團 在上節節目當中 我們通過實驗已經知道 薄的指尿褲其實比厚的指尿褲 吸水性更好 至於是為什麼呢 接著來生活調查團 繼續為你調查 施老師,從剛才的實驗結果 我們可以看得出 其實這個指尿褲的吸水性 好像跟這個後半沒有什麼關係 究竟這個指尿褲的吸水性 跟什麼有關係呢 指尿褲的好位 跟指尿褲的考博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主要的話 是看指尿褲本身裡面的吸水樹脂 的多少是有關係的 哦 那是不是越多的話就是越好的呢 如果它的吸水樹脂比較多的話 它的吸收能力會比較好 這些就是高級水性樹脂 你看它小小的 其實它們的吸水性特別強 只要接觸到水就會瞬間吸水膨脹 變態 施老師說 除了高級水性樹脂之外 指尿褲裡面的吸水材料 還有這些羊毛漿 主要是起到一個輔助吸水的作用 原來決定指尿褲的吸水性 是這個高級水性樹脂 它是可以吸收自身的重量幾百倍 甚至乎是幾千倍的水分 它的補水能力是特別高的 而且是不可以被簡單的物理方法 所擠出來 並且是可以不斷地吸水吸水 這個高級水性樹脂越多的話 那指尿褲的吸水性就會越強 對於高級水性樹脂價格口貴 所以一般指尿褲是會結合 用毛漿一起使用 厚的指尿褲高級水性樹脂相對較少 用毛漿較多 價格就會便宜一點 而薄的指尿褲高級水性樹脂較多 價格就會相對會貴一點 很多媽媽在馬黑的時候 都會幫嬰兒穿上這個比較厚的指尿褲 以免他們的療液漏出 其實看到這裡相信各位都已經清楚了 指尿褲它的吸水性和這個厚薄是沒有關係的 而和它裡面所含的高級水樹脂才是有關係的 不過薄一些的指尿褲它的高級水樹脂 可能會更加多和更加舒適的 專家還跟我們說 除了吸水性之外 指尿褲的透氣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指尿褲是抹不透風的話 嬰兒的肌膚就不可以好好呼吸 各部溫度就會升高 而且一輩子分解排泄物產生硬胺 不可以及時揮散的話 就會刺激嬰兒的皮膚 導致尿布疹 在我身邊的這位美女就是我們今次的助手 小玲 你好 今次我準備了四款都是比較薄的指尿褲 由於這個指尿褲的透氣性和它上面這層模仿布是有關的 所以首先我們要將四款指尿褲裏面的模仿布先剪出來 好了我們已經將指尿褲裏面的模仿布就已經剪了出來 大家看到已經放在桌面上 我們同時已經準備了八個杯和一壺的熱水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會倒入這個同等熱量的水 在四個杯裡面 然後我們就會跟小玲一起把這個模仿布放在杯口上面 接著就會拿另外四個杯吸在上面 好了吸完之後我們就會等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我們再回來看看是甚麼情況 如果蓋上的杯有無氣形成 就可以說明那杯熱水的水蒸汽可以透過模仿布 這一款指尿褲的透氣性很高 如果上面的杯沒有或者很少無氣形成 就可以說明下面的那杯熱水的水蒸汽 不可以透過模仿布 那對應這款指尿褲的透氣性很差 好了五分鐘之後過去了 我們現在看看四個杯現在是甚麼情況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 麻煩了我們的小玲 我們看到這個杯裡面是充滿了無氣的 從外面看都是非常朦朧的 相對於下面的杯 我們已經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了 第二個杯是怎樣的呢 咦?第二個杯我們看到它上面是非常清晰的 任何一些霧氣都沒有的 好了我們看看第三個 第三個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它上面是充滿了很多霧氣的 也都是非常朦朧的 第四個跟第三個的情況是差不多 上面都是有很多霧氣的 而下面都是非常清晰的 我們通過這兩個杯對比 已經可以看到上面是真的非常多霧氣 好了謝謝小玲 從剛才的實驗我們可以看到 134它的杯都是充滿了霧氣 看上去都是非常朦朧的 而第二個它任何一些霧氣都沒有 這樣就可以說明 第二個這個止尿褲它的透氣性是很差的 由於止尿褲的透氣性是看不見 摸不到 所以建議大家為家裡的BB買止尿褲的時候 先買少量止尿褲回去 測試一下它們的透氣性 然後再選擇合適的止尿褲購買 好了調查到這裡 我們都知道這個尿褲是跟BB屁屁屁的清潔衛生 還有使用這個止尿褲是有關係的 所以各位媽媽除了要經常幫BB換這個止尿褲之外 一定要選擇吸水性好和透氣性強的止尿褲 這樣就不會那麼容易得這個尿褲了 好了看到這裡 相信各位已經懂得怎樣去選這個止尿褲了 但是最近在網上就有人說 BB穿這個止尿褲會導致O型腿 你又信不信呢? 網上有種傳言說 BB穿這個止尿褲會導致O型腿 你有沒有聽說過? 這樣就沒有聽過 好像以前開始也了解過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不詮釋的 沒有相信這個傳言 聽說了 所以現在我這個經驗的 人不給它用就不給它用了 有聽說過 有聽說過 但是小時候我們都會幫它做一種抄 就是防止那個O型腿的時候 對 然後幫它做一點按摩之類的 好的 因為它不用也不行 對止尿褲會不會導致O型腿 有人相信也有人懷疑 不過最近一篇 BB兩歲發營O型腿 懷疑是指尿褲野腳禍的文章 引起大量網友的關注 文章裡面說到BBO型腿 很有可能是尿褲或者指尿褲過闊 不知不覺令到BB的大腿內側受到 抵押分開兩隻腳 BB長期處於姿勢不良的狀態 就會發生有O型腿的隱患 網上就說 指尿褲吸水之後會橫向膨脹 壓迫大腿 從而會影響BB腿部的生長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樣的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一起做個實驗 看到我桌面上已經準備了一個玩具BB 和四款指尿褲 首先幫BB穿上第一款指尿褲 好了 我們已經把BB穿上第一款指尿褲 我們看到BB腿部的位置 都是挺寬鬆的 我們試試我們的手指伸進去 是可以伸進去的 我們看到這裡是非常之寬鬆 無論是放在這個位置 還是這邊也好 都是非常之容易可以放進去 放下來我們就會把指尿褲 加水然後再進行這個實驗 好了 我們已經把這個指尿褲 加了水在裡面 為甚麼要加水 因為我們現在是模擬BB 一個晚上的尿液情況 我們現在加完之後 就繼續幫BB穿上這個指尿褲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幫BB穿上第一款指尿褲 我們剛才在未加水的指尿褲 穿了之後 我們的手部很輕易可以伸進 他的腿部裡面 我們現在看看 加了水的指尿褲 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們嘗試一下 我現在很嘗試這樣把手伸進去 發覺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的指尿褲 離他的腿部的距離 是非常之近 甚至乎一些空骨的位置 都是沒有的 是緊緊貼住他的腿部 包括他的左腳都是 因為無論是這邊也好 還是這邊也好 我的手伸進去都是非常困難 只可以伸進去一點點 但對才不同 非常之輕易 瑞恩測試剩下的幾款指尿褲 結果發現在轉滿水之前 每款指尿褲和BB腿部之間的空隙 都可以允許有手指通過 而在轉滿水之後 指尿褲吸水膨脹 緊緊緊貼著大腿 難道這樣真的會導致BBO型 一般不會的 所謂O型腿 一般都是保育生長發育過程中 缺少衛生素D 衛生素D 衛生素D的作用是什麼呢 是出現鈣連吸收的 鈣缺乏的話 保育生長發育就受影響 到骨骼就會改變 是這麼造成的 所謂的O型腿 要不是一般沒什麼關係 要不是它再寬一點 要不是保育的 好多文章帶 就不會造成O型腿 專家說 只要不過分膨脹 導致BB雙腳內症壓力過大 是不可能導致O型腿 所以要經常更換指尿褲 以免指尿褲吸尿過多過重 而影響腿部發育 除此之外 還要選擇合適BB體型的指尿褲 特別腿部和腰部要有彈性保護 不可以過緊 以免勒傷BB 不過在這個時候 有傳言說 著指尿褲會導致局部的溫度升高 細菌繁殖 而導致男嬰不育 女嬰尿路感染 是不是真的 一般穿男嬰不育和遺傳 環境發育 營養有關係 又一般穿直尿褲不會導致男嬰不育的 除非你穿了劣質的尿褲 寶寶經常 小屁屁正在泡在沒有被尿布清泡過 時間過長的尿布室裡頭 容易有細節生長 繁殖 這種容易導致小寶寶反复沒有到感染 可以造成 可以產生不育的因素 穿正為廠家生產的 消毒比較嚴密的紫尿褲不會導致尿路感染的 假如用劣質的 或者是沒有勤換尿布 小屁屁 保護的小屁屁正在尿液沁似的紫尿褲裡 尤其是有時間長了 細菌可以生長繁殖 這種有可能造成保護尿路感染 每個寶寶都是家長的保護 而且每個寶寶的肌膚都是非常嬌亂的 是需要我們精心去呵護它 所以除了要幫寶寶買一些輕薄 乾爽、柔軟和透氣的紫尿褲之外 還要經常幫它們更換 那平時在更換紫尿褲的時候 又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首先要保持我們的手洗乾淨以後 要乾燥 這時候給小寶寶指尿褲換下來 不要馬上洗尿褲 要用比較寶寶小屁屁 儘量和空氣接觸一下 透透氣 玩家用寶寶小屁屁清水洗乾淨 洗乾淨以後乾燥乾爽爽以後 再換上紫尿褲 預防性的用點護膚膏也都可以 防止寶寶出現皮疹、腿炎都可以用 調查到這裡 我相信大家對如何預防寶寶患上尿褲 以及應該怎樣選擇指尿褲 都有著一定的了解 希望大家的寶寶都可以健康成長 最後對這期節目內容做個總見 第一,正確使用指尿褲 會降低尿褲的患病機率 第二,指尿褲應該選擇吸水性好格 透氣性強格 一般來說,薄的指尿褲比厚的指尿褲更適合嬰兒 三秒時刻注意保持嬰兒屁股的清潔衛生 對於家長來說 寶寶的健康成長是他們一生之中最大的希望 所以寶寶的健康問題他們都是非常體重的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我們今期節目之後 可以在照顧寶寶方面有所收穫 亦都提醒各位 因為現在的天氣實在非常炎熱 一定要盡量減少這個指尿褲的使用 我們今期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節目資訊的話 可以關注我們生活調查團的官方微信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